hello大家好,我是菲 在現代社會,不管是升學還是考試 總是會有面試這個環節 好的面試,讓你在面試官面前留下好印象 做什麼自然就是水到渠成,無往不利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面試場上公務不克、戰無不勝的三大秘訣 第一個,保持自信,隨時展現出你最自信的一面 如果你對自己都沒有自信的話 你怎麼可以說服別人說,你來錄用我呢? 這邊請導演來安排個情境,我們直接進行示範 請問你為什麼要來應徵我們餐廳外場的工作呢? 嗨,我是因為這種我夠帥 我這個帥,只有我自己看到太浪費了 一定要給其他人看到 而且我相信我帥,為這間餐廳的業績加個兩倍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OK,就像我這樣做 這讓老闆看到你的優勢 他看到你的優勢,自然工作就到手囉 第二個,展現你的不同 許多面試官都喜歡聽到一些語中不同的答案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你的腦袋沒有被那些固有的觀念給僵化 好,你沒有被一些觀念給束不住 這邊我們一定要請導演給我們的情境題來示範一下 今天給你一支筆,你會怎麼樣向我推銷呢? 好,如果是一般人呢 一定就是開始講說這支筆有多好多好 它有多耐寫 它有多新,你看這個設計很新潮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跳脫思維的 要怎麼做呢? 這邊就由我來教各位 我們就是要反其道而噁心 我們就想 你看這支筆 有夠爛的啊各位 這支筆 我連放在貨架我都不願意啊 但是 我這邊有一支更好的筆 這支筆 不僅比原本那支筆還要便宜 而且呢 它還更好寫 整個CP值直接爆表 這邊我承認向你推薦這支筆 哇,面試官聽到這個答案就整個就amazing了 他沒有想到你竟然可以衍生出這種新潮的推銷法 工作自然就到手了 第三個 好的自我介紹 在面試的第一關通常都是自我介紹 因此,如何有好的自我介紹 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用好的自我介紹自然就會給面試官留下好的印象 有好的印象 我們做出的事情就是非常的輕鬆啊 這邊就由我來給大家示範 如何做一個好的自我介紹 您好 我是菲 今天我來面試貴公司 是因為對貴公司洗錢技術非常的像話 另外對於欠款者直接拖到側拖打 的做法 根本就是業界的典範 我認為這種黑洗錢公司是最適合我的 自然也具備了相見的技術 不管是殺人放火搶劫 這些都是我擅長的 相信以我能力 絕對能為貴公司帶來最大的利潤 不管有什麼欠款 交給我就對了 我就是貴公司最需要的人才 OK 這個簡短的自我介紹呢 加入了什麼要素呢 我在裡面總共加入了兩個要素 第二是你為什麼要來面試間公司 第二個是你跟這間公司的關聯性 還有你可以為他帶來什麼 把我剛才講的都運用在你的自我介紹裡面 自然就是水到渠存 無往不利 工作自然就有了 OK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我今天的面試分享對你會有幫助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麻煩幫我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頻道 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私訊我的粉絲專頁 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菲林 我們下次見 掰掰